虔誠的信徒來到月老面前 誠心祈求好姻緣 8月15日是中秋節 也是月老的生日 那月老就是 從唐代開始就有這個傳說 是我國的婚姻之神 所以說很多人為了想求個好姻緣 都會特地來向月老祈求 能夠是他一個好姻緣 農曆8月15日是中秋節之外 也是月下老人生日 既容慈雲寺一大早 人潮不斷 桌上滿滿供品 有餅乾 月餅 還有鮮花 素果 拜的時候最主要就是 要有鮮花 餅乾 還有就是那個 紅繩 那當然我們慈音士 都有準備 平常都有準備紅繩 在那邊 供我們信眾來取用 那我們是建議說 最好是自己能夠帶整捆的來 因為 帶整捆的來以後 那 因為紅繩子拜完就是 綁在那個腳踝的地方 南左女右 那你如果帶整捆的來 整捆去拜 那回家以後 如果說髒掉了 或者洗澡都髒了 隨時可以把那一捲 那一捲紅繩 隨時就捲一捷 再繼續把它綁上去 共平準備糖果 希望月下老人能夠嘴甜 帶著鮮花 希望能夠早日開花結果 但拜月老 其實不限這一天 大家來還願 他們也都是 默默的自花性的 以我個人的 這個平常的這樣觀察 大概每個月 每個月都有好幾隊來 那一年大概二三十隊 最少二三十隊 這是大概的估計 就有放喜餅在那邊來拜拜的 大概有這樣子的數量 除了拜月老祈求姻緣 接下來農曆九月初一開始 慈音室將舉辦禮斗法會 幫民眾消災祈福 剛好遇到中秋節連假 那來慈音室 這邊祭拜的人也是蠻多的 那我們接下來有一個重要的祭典 就是每年農曆九月一號 到九月一號有個禮斗法會 那也很多人開始在登記了 有需要的就到我們櫃檯來這邊 登記參與 我們的禮斗法會主要的意義 就是讓祭拜的人能夠圓層光彩 讓他的身體更健康 那幫助事業更發達 受到疫情影響 許多的活動都取消 但來廟裡拜拜 求姻緣的人潮不斷 除了祈求良緣 也能夠時來運轉發大財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 我們回到 劇集團 我們下期見